外交演員 我們的媒體 還有我們最棒的 雞育勇士大家好 好 主任 我想今天邀請妳到台上來 因為其實我們要一起練一下 我們有這三個手環 這三個顏色分別是紅色 還有黃色跟綠色 對不對 紅色 黃色 綠色 不同的手環其實有代表不同的意義 對不對 對 沒錯 我想問一下綠色代表什麼 好 好 我想先 還沒講綠色是什麼樣子代表的意義 而且我想先在這邊跟大家講說 在台灣真的非常的幸福 對不對 因為我們的物資非常的豐富 在這個地方真的生活得非常的好 那我想我們今天的活動 在吃雞育三食的 先關注的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當然我們就是關注這個雞育 針對這個這個三色的手環 那因為它是針對這個糧食缺乏的地區 不用紅色 黃色 綠色 作為辨別這個肌肉的程度 對 並且用不同的這個顏色來做這個代表 分別給他們不同的食物來供應他們 對 所以我們想剛剛提到這三顏色 我有看到我們手上其實有同學 有戴上這個不同顏色的手環 我想先請我們戴綠色手環的飢餓勇士 舉手一下好不好 綠色手環的飢餓勇士 唉唷 還不錯還蠻多的 所以這個綠色手環它代表的飢餓程度是什麼 那綠色的這個程度它就是輕度 那輕度表示說它還可以藉由這個麵包 或者是物體的食物來補充它的營養 它就可以恢復它的體力 所以這個是輕度的這個象徵 所以飢餓就是我們的輕度飢餓的象徵 物體食物麵包類的都還可以吃 那我們黃色手環的飢餓勇士在哪裡 黃色手環今天好像中度飢餓的比較多 中度飢餓勇士在哪裡 是 中度飢餓 對 那黃色就是代表中度飢餓 它可以這個補充它的營養的部分 就是只要這個補狀的食物跟這個牛奶就可以補充 它就可以恢復它的體力 這個是中度的這樣的一個飢餓勇士 所以就是糊狀的食物或者是牛奶 那麼紅色 紅色手環的請記者 紅色手環的 Yeah 紅色 紅色就代表是中度飢餓對不對 對 中度飢餓就表示它已經長起了這個飢餓 以至於它不能馬上進食 甚至它身體也會做白事 所以我們只能用打營養針來補充它的體力 或者是恢復它的這個身體的健康 所以這個黃色 這個紅色 綠色很不同的這個意義 對 就是說來關注在旁邊的地區裡面 有很多的小朋友是 面臨這樣的一個肌肉的狀況 哇 真的我想這個大家都要真的非常的珍惜 尤其在我們現場看到的同學們 我們台灣這個糧食充足 可以喝到非常乾淨衛生的血緣 所以我們真的要好好的珍惜我們現在所擁有的 對不對 好 真的非常謝謝我們的淑貞主任 跟我們解釋了三色手環的意義 謝謝我們的淑貞主任 掌聲謝謝大家 謝謝 淑貞主任 在離開之前我想待會呢 我們大家都要出任務了對不對 在這邊兩句話鼓勵到這邊 OK 好 然後肌肉勇士大師 這都是非常辛苦 今天還好沒有太陽 那我希望就是在座的每位同學 你們已經肌肉過十二個小時 在七月三十號三十一號的時候 一個肌肉勇士大會是在台北 那是三十個小時 我在這邊也希望同學們 我們挑戰了十二個小時之後 我們挑戰三十三個小時 希望每一個同學都如果挑戰成功 而祝福大家今天能夠參與的愉快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的主任 謝謝 好啦 所以大家要加油一下 這個肌肉 謝謝 阿瓦